大家好,我是小悠妈妈 这两天下雨还是下雨整天都不停 羊台现在没什么菜吃了 种点青菜苗来吃 下雨的话种别的菜也是不太方便 青菜的种子特别多 撒一点种子来吃菜苗也不错 这种小白菜夏天也可以种 去年夏天我也种了 下雨不太方便种 像青菜种子撒算去不用埋头 都可以 这个盆子里种的是纸叶生菜 纸叶生菜这点不好 叶片大薄 一下雨的话就挨着泥土去了 现在不摘了 天天下雨过两天肯定也是烂在盆子里了 纸叶生菜真的没有栗叶生菜好吃 栗叶生菜吃起来脆一些口感好 种过一次的话我就不会种第二次了 这个椅还在一直下 种菜有时候希望它下点椅 现在椅多了也烦了 看了一下天气 这个星期都有雨 这个生菜种的冬一颗 吸一颗比较乱 雨一直下根不停 菜池里的水都排不过来 四季豆已经可以再来吃了 最近市场上有些菜比较贵 还是摘一点自家的菜来吃 这段时间最贵的蔬菜还是辣椒 朝天家三十多块钱一斤 青辣椒的话也要十多块 感觉吃辣椒都吃不起了 现在真是辣椒比肉贵 你们那里的辣椒现在也是这个价吗 四季豆真好重 产量也特别高 它也不招虫 不像豆角 豆角的话有时候会招牙虫 我现在也觉得它比豆角好吃 这个雨到现在还没有停 一直在下 今天都是打着遗伤摘菜 种菜 今天摘了生菜和四季豆 这个四季豆不错 特别嫩